同样也是强调反和台北昨天有大规模的终结核四的大游行 至于宜兰县内有40个非营利组织 也在同一时间在宜兰运动公园 发起了系上黄丝带抢救林英雄的行动 现场吸引将近300位民众来响应 表达反和的立场 落实民主停建核四的黄丝带绑满了宜兰运动公园 同时间台北终结核四正进行着 宜兰用祈福的方式表达诉求 在核灾的恐惧之中 我们宜兰是在逃命迁之内 如果真的有核灾 我们宜兰生命 资产 恐怕都会受害 前民进党主席林毅雄诉求停建核四 已经禁食多日 身体状况令人担忧 这场活动要让政府知道 停建核四不是林毅雄一个人的事 为了下一代的子子孙孙 全民因站出来反和 尹雄虾是一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者 他对理想的坚持 执着到一个地步 执着到不成功变成人 想起来非常叫人心痛 我觉得他的夫人帮宋敏女士 宋敏姐 是位伟大而坚强的女性 她愿意 寒痛 她愿意 恨痛 尊重她先生的选择 提量她的心情 在曾经遭受命运那么残酷的挑战之后 现在要面对生命中最严峻的考验 细满希望抢救林毅雄的行动 现场约有近三百人响应 最后大家也坐下来 展现沉默且坚定的反和力量 一安顺利者黄朱汉怎么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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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